要说起傅昆奇这一次的参选 我们还是要先从傅昆奇 他个人的经历说起 傅昆奇 1962年5月8日出生于台湾台中市 客家人 父亲傅兆林是台湾第一代土木工程师 因其工作需要举家千局花莲 傅昆奇本科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交通管理学系 从政后曾重返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 攻读研究生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早在大学时期 傅昆奇就为了赚学费而半工半读 大二时做起了房地产中介 大三时投入股市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据称傅昆奇在台湾股市全盛时期 总资产一度高达80亿元新台币 但随着1990年代初 台湾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 他遭遇重大挫折 最惨时曾负债高达20亿新台币 但不服输的尽头 让傅昆奇在最坏的处境里 挣扎着重新爬起来 他也成为台湾股市的风云人物 人称股市小富 2000年 欺民党成立之初 傅昆奇就加入该党 2001年 2004年 傅昆奇以欺民党籍 在花莲县参选民意代表并当选 2005年 由欺民党提名参选 花莲县县县长 败给时任国民党籍县长的谢深山 2008年 傅昆奇加入国民党 由国庆两党共同推荐 第三度当选花莲县民意代表 2009年 在未获国民党提名的情况下 傅昆奇打着国民党党籍 登记参选花莲县县长 第二天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最后傅昆奇以五党籍身份 击败国民党籍参选人杜立华 和五党籍参选人张志明 成为第二位非国民党籍的花莲县长 并于2014年胜选连任 傅昆奇在花莲的施政成绩斐然 除了连续九年 被台湾远见杂志评为五星级县市长之外 也经常在其他各个媒体和民调机构的 类似评选中名列牵猫 尤其从政期间 傅昆奇以台湾东部交通建设为主旋律 极力向台当局争取改善花莲的 连外交通备受选民支持 你学过交通吧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给人民有一条路走 你都做不到 担任什么交通部的 什么叫做这个交通的政府 才以为你在哪里 尽管施政成绩备受肯定 但傅昆奇的形式作风也颇受争议 他是台湾大小官员中 出席公开活动时 唯一有自己招牌出场主题曲的人 每当美国警匪聚集 弹导警戒的音乐响起 那就代表傅昆奇要现身了 欢迎花莲县五星线长傅昆奇 谢谢大家好 谢谢县长 昨天也发出了大 共天成立 皇帝要入金丝建议 2017年5月10日 花莲县议会总质询 蓝绿议员联手炮轰复昆奇 还将一场布置成衙门模样 宣读圣诵 讽刺傅昆奇舍花莲土皇帝 形式独断专行 面对一连串炮火 傅昆奇只是笑笑 为作过多回应 因为早年以炒股起家 傅昆奇本人卷入了台凤案 核击案等几宗炒股案 由于担心官司结果不利 2009年12月21日 傅昆奇在就任花莲县长前三天 以个性不合为由 与妻子徐真卫离婚 而就任当天 立刻任命徐真卫 出任花莲县副县长 外传这是为了妻子徐真卫 能随时接管县证 2014年傅昆奇徐真卫 两人上演了台湾政坛 十分罕见的一幕 夫妻两人同时参选花莲县长 据称也是傅昆奇担心 万一选前官司定验 徐真卫就可以直接用候选人身份 接收自己的选票 所以我们会为他勇敢地走下去 2018年9月12日 傅昆奇涉及合机炒股案 遭判处有机徒刑八个月定验 遭台当局解除县长职务 但此案缠送14年 却在九合一选举前的 敏感时机点突然定验 傅昆奇为此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直指这是政治迫害 却以私改为手段 行掌握台湾司法支持 来打击意义 我绝对不屈不牢 绝对不会惧怕在司法的威胁之下 在入监前10天 傅昆奇特地在 华林全县13个乡镇 举办了13场感恩西别会 请乡妻原谅她 短暂告别的同时 也不忘力推徐真卫来揭报 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长辈子 来疼惜我们自己的媳妇 徐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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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到我们家里了 回到花莲的大家庭 回到终身之宫 追随大家 让花莲成为台湾最幸福满容的城市 回到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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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花莲